老花一开洋瓶去 很多的话老是问我龙蛇蓝之类的怎么养 今天买到的是一个四枝蛇 它的一个学名叫T枝蛇 反正你不管怎么叫吧 之前我也卖过这个 非常好看的一种植物 它的叶片上面会有一种斑纹 待会我看打开你就知道了 然后弄过来一个种植说明 其实很多的话我都是看不懂 也不是看不懂 他就懒得看 任何植物的养护方法 它永远都是五个字 光 水 土 气 肥 你像这个东西的光照 它不需要很强 不需要很暴晒的那种 浇水这一块 你像龙蛇蓝特也好 像那些多肉也好 仙人掌也好 它们的耐汗能力都很优秀 很多话一听耐汗能力优秀 它直接不浇水 您永远记住 任何时候养任何时候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跟咱人喝水是一个道理 它不分天不分时候 你可能你就喝呗 包装的很严密 用了很多的报纸 团团的将它包裹了起来 这个东西不怕冷 零下三度以上完全OK 没问题的 然后叶片有一些损伤 总体的刻型的话 不是特别的挖晒 长得不是特别的圆流 唯一的一个加分项在哪 在于它的边边上 有几个小的侧芽 今天也教给大家 怎么样分株 像这种东西 一般都是用一些沙壤土 甚至说家里边 在农村的花友 有霉渣土的话 可以用一些霉渣 照样可以给它养得很好 如果说没有条件的话 您就可以用泥碳土 好 接下来 那么打开之后呢 它会自然脱落一些 很小的这种芽子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 这种 以及这种 好 把边上的小侧芽 全部拿下来吧 好 咱们就保留一个 这种很健壮的一个母体 很健壮的一个母体 就可以了 大家浇水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面浇 而且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白白的这个 可以擦掉的 用手可以擦掉 很多话说 是不是染的 不是染的 它这的一个特性 看到没 如果说大家长时间的没有光照 这个东西如果说慢慢的没有颜色了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说不要大惊小怪的就好了 像这种小苗子 像这种小苗子 大家尽量的就是放一个草土 种上就行了 那之后呢 咱们就进行入盆入土了 可能话说老子说龙蛇兰克的用什么土 这个用什么土 那个用什么土 其实万变不及其中 其实它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一个种植 种植的时候 大家像这种老根 有的话说 可以检吗 可以不检吗 这个无所谓 蓬松一点的土壤 直接放进去 这边上还有两个漏网之鱼 也给它拿下来 稍微打个洞 土感觉还是不是很够 再加一点 好了 这样子的话 咱们就算整完了 有的话 怎么那么简单 不建议大家先用深盆 也不需要过多的花里胡哨 这个土的话呢 到后期浇水啊 不要着急浇 你像我们现在天冷 而且我们棚里面湿度会比较大 你还是根据咱们自己家里面来哈 如果说大家不自信的话呢 您可以把这个土稍微弄着潮一些 用喷壶喷一些水 用潮土像我这样 直接给它种上 让它去缓 缓到什么程度呢 等到它 你能够盆子里面露出来根细 等到明年春天 或者说明年秋天的时候 再去给它翻盆 不扯 先养活为主 下面是小窄的一个养活 小窄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一份土 什么都不需要 同样的简单 像有的说捡老根了 这来那来的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它不是说必须捡 就像这样 这个要浇一下水 但是不要浇得很透 浇一些就行了 最好是 最好是下面那个 弄个托盘 弄个托盘往里面灌水 把这个托盘里面灌满 让它往上吸 吸一托盘就够了 它有一点潮土 有点潮气就够了 水很多的话不行 不要往这个心里面浇 我多种几个 因为明年华尔曼都可以去分享 等到我这个展开了 它有很多的这个四肢学了 这你们感觉人家弄得很简单 到咱手里边就很难 其实最难的就是花蕊梅 买土也好 干什么也好 它经常被割韭菜 有像我们家卖的土 我跟大家说实话 因为我的一包土 我的定价是29块9 这一包5斤12升 一下有些人就说了 那我去大集上面5块钱一包 有多少看这个视频的话 有家里面用5块钱一包的土的 用5块钱一包的土 跟养不好 好了 四周选的要养护 日后给大家 先叨叨一下日后的养护 夏季高温的时候 不要强光暴晒 它的生长季在春秋季 它在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它就会从边上下这种小窄起来 下小窄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分盆了 像我这样 好吧 分出来会很多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最好看的时候 就是妙龄少女的时候 很多话说 为什么我养的养的不好看了 这了那了的 你想想那么一大群 我以为母了之后 它就会显得不好看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那这一个呢 还会再度的焕发它的生机和活力的 等到根系长满盆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进行换盆 大家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也可以换一个大盆 它可以日后长得更大一些 但是呢 我想让它更快的去适应我们这个环境 所以说我用的是小盆 小盆的话呢 会更加利于它的一个发根 因为透气性方向面都做得很足 它就会长得比较快 等根系长满了 我明年的时候 我倒个大盆 倒个多大的都没事了 小盆的这几个呢 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积极的点赞 分享 评论和转发 我会送给大家这些小盆的 那也都等到明年春天了 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行了 你看这现在外瓜连着的 明年春天长开了就好看了 龙蛇蓝的养护呢 就是不要往心里边浇水 夏季超高温的时候呢 避免暴晒 好吧 然后不要低于零度啊 浇水尽量的等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干湿循环一些 用土这一块的话 尽量的就保持一些个松软透气 你要么用颗粒土 用一些沙子或者煤渣 要么你就用我们这种 这种泥碳 或者说你用椰康也行 椰康的话 要加一些个肥料和养分进去 那有的话说 你现在怎么不加 现在不利于它的发根 很多的话 我就是买到这种裸根的 脱根的呢 就找急不可耐的去加肥料 裸根的这些个呢 速度入坯 先发根 根系长出来 肥料后期 慢慢补 一篇关于龙蛇蓝 四肢血的一个养货 简单的分享到这了啊 看小评论 我打分的话 不知道情何以堪了 毕竟价格也不贵 给了那么一大堆 对我来说呢 性价比超高 95分是有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想看什么 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